Kid遭报劈腿小三首度现身,镜头前谈南方还原事情经过,就是王八蛋。 台湾男星Kid和徐维恩交往四年多,原本感情稳定的他们,日前却传出已经分手,让粉丝都直呼好可惜,然而近日徐维恩被拍到和师弟吕瑞出游,被直指无逢接轨,成为很多粉丝指责的目标。 没想到知名直播主奶精的好友出面爆料,其实南方在死会期间,曾带她到女友房间滚床单,让粉丝相当震惊。 Kid在四年前和徐维恩感情出了状况,曾同时劈腿奶精,甚至数度发生性关系,虽然女友事后知情,但却选择原谅,只是现在两人分手后, 之前的事情再度被拿出来讲,让粉丝非常震撼,一直认为Kid是对方为女神又相当专情,完全不敢相信会劈腿。 而奶精近日也在直播上讲到这件事情,痛骂。 奶精日前在直播上和粉丝间聊,放歌,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,首度出面回应, 她表示上节目的时候没想过会说这个,觉得自己多说多错,她说回想到过去这段感情,反正事情到现在,我就是一个王八蛋。 到现在还是相当后悔,已婚而且生了一个孩子的她,目前只想当一个好妈妈,不愿多谈过去的事情。 消息传出后,有不少粉丝支持她,纷纷留言,都是过去的事情了,现在奶一定会过得更好。 别理那些网友酸言酸语,做好奶自己就可以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,虽然是过去的事情,错就是错了,不懂有什么好装可怜的。 林百生,一名Kid。 曾为团体Suckers成员,早年与团体遗落奔搞怪等单元制作网络节目而得名,并于团体转型为乐团期间担任被厮守。 2014年在综艺大人们和综艺完很大节目中,因表现疯狂而被吴宗献戏称封面仔,随后因表现亮眼获得综艺天王吴宗献赏识而成为固定来宾,人气亦随之大幅提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